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自行停用原本治疗心房纤维颤动的抗凝血剂 才造成日前的小中风心状况 林峰宇说 林阵三年来上了三场大兵 第一次是心房纤维颤动 因此使用抗凝血剂降低中风的风险 但由于林阵患有肾结时 摄护腺肥大 即后来发生的摄护腺癌 因反复的放射治疗 经常发生血尿 因而频繁进出医院治疗 于是自行停止不用抗凝血剂 让血尿暂时消失 但这一行为又引发了新的状况 2022年6月10日下午 林阵和妻子刚游弯涌来到住家附近的发廊洗发 突然林阵虚脱地摊在椅子上 她一摸才发现 壮腹的双手已经冰凉 冷汗直冒 本来要回家先处理 再致电医生询问 还好当时洗发店的一位女士说 林阵情况很危险 要马上送急诊 现在回想 如果我当时那样做 可能和我就要天人永隔了 林峰宇说 后来林阵紧急送台大急诊 一挡血压高达238 让她心惊胆飘 双手发抖 四肢无力 等林阵照完CT 心脏超音波等 立刻被送进加护病房 经过密集的检查与各科相关医生的治疗 林阵在住院15天之后 出院回家休养 事后 林峰宇非常感谢当时提醒她赶快送林阵去台大急诊 并临时帮忙安排医生的台大教授陈长芬的救命之恩 她进发廊后 发现林阵情况危急 虽然不相识 却立即拔刀相助 提出马上送台大医院的建议 后来 陈长芬跟她说 我是台南人 我曾拿到六次连亚唐先生奖学金 林峰宇说 忽然间她领悟道 上天是如此眷顾他们 不止一次地帮助他们 2010年11月26日 林盛文遭袭击 竟然还能奇迹般地生还 此次林湛又遇到犹如天使般的救命恩人 这是何等幸运的事情 林湛1936年出生西安 195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 取得学士学位 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国际功法与外交硕士 196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后来离开美国回到台湾 开始从事政治工作 曾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 对台湾政坛影响颇深 2005年4月底 货别60年后 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 再次回到母校西安后在门小学 至此中她说 我的祖母来到陕西之后 没有几年就去世了 她安息在清亮寺的旁边60多年来 连家没有一个人能来祭拜她 台下夫人连芳雨不禁赶伤落泪 当连政说夫妻是世世代代时 她也立刻回应 我很高兴我这一世跟你做夫妻 我希望下辈子我们也是夫妻 而这一年正好是他们结婚40周年 那时连芳雨还叫芳雨 她出生于树香门第 两岁时父母举家从内地迁往台湾 那时的1946年内地还处于战火当中 芳雨一家到台湾后 父亲在台湾大学任务理系教授 母亲是中学老师 在父母的引领下 芳雨饱读诗书 初中时就已在杂志发表文章 高中毕业后 她依照父亲的愿望 靠入了台湾大学职务并重系 事工台湾举办选美比赛 芳雨报名参加 凭借着脚好的容貌出众的气质 一举获得中国小姐冠军 后来还被派往美国参加国际赛事 在华盛顿参加活动时 有位先生教芳雨看相 男人是要有颧骨 即是事业的表征 声音要沉稳 代表负责任 眉毛则是浓而起整 主贵 年轻的芳雨一笑之之 直到那天 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雌星声音 领事要我送你去旅馆 我的车就在外面 莫名的心中一动 回头看时 面前立着的青年 身材奇长 颧骨铭显 浓眉下一双大眼 戴着眼镜四文儒雅 一瞬间似曾相识 他们都没有认出对方 其实两人算得上青梅竹马 青年正是临战 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 攻读政治学博士 利用暑期在领事馆做一工 他是台湾人 祖父是台湾太史公连衡 台湾被日本占领后 全家都到了大陆 他在西安出生 上小学 台湾光复后 又随家人迁回台湾 那时 临战的父亲 临震东 担任台湾省参议会秘书 因父母之间互有往来 芳雨小时候 经常到临家玩 临战比芳雨大八岁 在她眼里 芳雨是个可爱的小妹妹 没想到 她到美国求学六年 她已婷婷欲立 淑女窑窍 重逢令二人感到惊奇又兴奋 许多年后 芳雨这样回忆 她开车的姿势潇洒极了 操作自如 专心而不紧张 方向盘在她手上 出奇的灵巧安全 没有谁开车 像她那样漂亮 我一路专注欣赏她开车的样子 享受她低沉稳重的声音 隐隐然有种把自己交付给她 必然相当安全的感觉 临战的内心也起了波澜 十九岁的芳雨 用智慧和美丽复获了她 她回到台湾后 她的戏马上追了过去 红艳传书中 彼此越来越缠绵和依恋 头上顶着中国小姐的光环 芳雨也被媒体追踪着 不久她和连镇交往的消息被披露 反对声不绝于耳 二人说 外地人怎么可以嫁给台湾狼 父母说 不能和学政治的人交往 这一行爬得高 跌得重 面对众人的批评和责难 芳雨只能默默流眼泪 在父母规劝下 她刻意减少了决信 大阳那边 连镇收不到信 一急之下 她把学业一丢 不管不顾费了回来 每天到芳雨家报道 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婚姻 连镇父母到芳家恳求 让连镇和芳雨先订个婚 好让她安心继续学业 或许是被连镇用情之深打动 芳雨一再向父母保证 不会因订婚影响自己的学业 他们终于应允 1964年 芳雨从台大毕业后 申请到美国七个学校的奖学金 她选择了离连镇最近的学校 一年后 连镇获得博士学位 一个29岁 一个21岁 那年9月 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被父亲挽着手走上红毯时 芳雨眼含热泪 隔着面纱 她看到红毯纳敦 她的战哥在等着她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 牧师一脸庄严地念着 无论生病还是健康 那一刻芳雨下定决心 战哥和我 从此天长地久 恩爱相守 共度一生 婚后按台湾的规矩 芳雨冠夫姓 称为年芳雨 连镇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她的家 她去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她就临一只小鼻香一同前往 她转去康尼迪克大学教书 她也转去康大继续学业 1967年 二人的长女慧心出生 处为父母 辛苦又甜蜜 因芳雨还在念书 连镇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 张洛颖时 喂奶换尿布 芳雨对她既信任又依赖 在连镇的支持下 芳雨顺利拿到了 康大职务生理学硕士学位 前时他们就带着女儿到加拿大 博士顿寻优访生 在芳雨心中 那便是最理想的生活 然而出身政治世家的林湛 注定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1969年 因台大校长前四两支腰 林湛返回台湾 任台湾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 尽管不生美丽的康大 芳雨还是带着女儿一同回来了 相比在美国教书 台大教授的收入 只够节俭过日子 住在冬冷夏热的宿舍里 芳雨开始一边照顾女儿 一边埋头写作附贴家用 不久她便出版了 自己的第一本书 欧游杂技 中国小姐的光芒收起来了 芳雨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 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 她也越来越忙碌 多年来她自修文学 淡泊名利 不管林湛在外边的成就 多显赫 在她眼里 她只是她的战歌 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 芳雨去东吴大学当了老师 教授中国现代文学 每天晚饭后 全家人围坐在圆桌边 孩子们写作业 她准备教材 林湛在一旁看报 幸福不可言喻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结婚时的誓言 他们始终铭记 牵手几十年 林湛回家第一件事 一定是喊方雨的名字 出门在外 每天至少一次的电话 始终未曾改变 而每次她住院手术时 醒来后第一眼 总能看到她握着她的手 轻身安慰 都好了 没事了 一起走过五十多年 林湛感激方雨 带来的儿孙满堂幸福甜蜜 而在方雨心中 湛哥永远是她心中 最重要的人 牵手之暖 灵犀之爱 遇见彼此 三生有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